我修杰的一点就是 首先是经历 其次是经济 对于家里来说都是个拖累 然后在家上 孩子也靠在他身上 我也靠在他身上 我公共因为去年年底心血管的疾病 也做了心脏的支架 等于经济上也靠在他身上 也不能做事了 你怕这个男人给累垮了 对 那就是咱们想怎么不累垮 所以我想能走一个 能解禁他一点 不然就是最好的 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帮助这个夫妻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知道女士是 真的是爱了老徐一辈子 你是竭尽所能的 想去爱他 想多做一些 想付出更多 对 我特别理解你今天 其实大家在想都到了这样的病情 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但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你特别想更好的爱他 你不知道现在能给他什么 你希望自己把自己放弃了 我离开了你 他是不是能少干一点活 少花一点钱 少一些付出 你才觉得 我给了他一些我能给的 甚至于我想 他可以去找一个人 能帮他一把 甚至你在想 他能找一个更好的女人 健康的 陪他过好下半辈子 对 是吗 对 所以真的让人听得很心疼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大 因为我儿子不大 所以我当时我就出院的时候 我就想着 我不亲近我儿子 我跟我儿子疏远一点 他对妈妈的印象就不是很深刻 将来我有一天我走了的话 他就时间一久了 他对妈妈的记忆就会慢慢的淡忘 让他去接受另外一个女人 就可能就没那么难了 所以你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爱他们了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生来要面对死亡的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最后一天的大现在 在什么时候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每一天都过好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其实是对他最大的煎熬 因为老徐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背信弃义 怎么可能不负责任 怎么可能在自己爱人最难的时候离开呢 如果你爱他 就要让他陪着你 来完成他对你的爱 来完成他对你的责任 这才是好好爱他的方式 也许我们很幸运啊 其实癌症很多时候和情绪有关系 也许我们的路真的是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 甚至我们痊愈了 我们为什么不把每一天活得精彩 为什么不把每一天的微笑 留给自己爱的人 其实你是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战胜 或者和并魔斗争的 我们把这份力量 真的化成一种温和的微笑 留给爱的人 不好吗 老师 我不好意思 我打给你一下 您看到我妻子这么好 包括我站在台上面 这个 我不怕跟您说 我都是刚刚打了针 吃了药才上来的 我明白 所以我在说 不管我们生命有多长 我们把这段日子过好 把微笑留给爱的人 加油吧 谢谢颜老师 来 要不要坐呀 拿个凳子坐会儿要吗 拿个凳子吧 拿个凳子吧 谢谢 谢谢 这方面有问题 好好读书 也赚了 换一种私 我们遇到的 也不会是坏事 而且 你和他认识十几年 是吗 十一年 十一年是吗 好 你照顾了他 七年还是八年 他才照顾你三年 怎么算 至少还得照顾你很多年吧 对 所以说 半句话来说 我不是诅咒你啊 如果今天遭遇灾祸人是他 你会放弃吗 不会 对你肯定不会嘛 那凭什么你认为 他会放弃他 两个善良的人在一起 是你们彼此的信任 责任是什么 责任是我爱你 所以你变成我的责任 什么是负担 这件事情我不想做 所以这件事情才是我的负担 这件事情我想做 怎么会是我的负担呢 什么是亲人 因为相爱 而相互负有责任的 叫亲人 在照顾你的过程中 他其实享受到了 他的愉悦感 这种愉悦感 这种成就感 就是我能把你照顾好 把你从一个医生判定 活不过一年的人 照顾成我可以活了三年 他是挺有成就感的 你是不是挺有成就感的 对 你看他笑的样子 绝对是真心的 我们见过那种虚伪的 人的笑 所以你现在是在剥夺 他这种成就感 你不是在为他好 你自以为是的在为他好 别傻了 尤其是我听到很不开心一点 是你对你儿子熊 特别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我希望你活得更长 但是如果哪一天你不在了 你儿子如果心目中满脑子都说 我妈妈很凶 何苦呢 何必呢 你不需要去想死后的事情 因为你儿子很懂事 他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会有自己的人生 你老公很善良 一个能够把自己得了癌症 老婆照顾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得到幸福 不需要你操心 你需要操心的是什么 怎么样让自己开心的情绪去渲染他们 去影响他们 你是一个老师 你知道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开心和不开心 对于孩子的影响 你也应该知道你在家里面开心和不开心 对于他们的影响 这才是你真正能做的事情 所以 你想的 你所有在盘算 你打的那个算盘 走入了一条死骨头 死到你再做一件会让所有人不开心的事情 会让所有人抱憾终身的事情 你觉得我一个人去面对 孤独的面对死亡 结果这个照顾了你好几年男人最后 他会觉得 我心疼苦做这件事情 我到最后没落到家一个好结果呀 最后别人要戳着我这张骨骂的呀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爱情这件事情起于激情 陈旧于温暖 升华于承诺 当有一个人愿意兑现他对你的承诺 他要照顾你到老到死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应该兑现你的承诺 在你去世之前一直深爱着他们 他和他的孩子 就这样 好谢谢 谢谢陆琦老师 谢谢大家